好些了吗 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 在王爷眼里 我只是小姐的一个丫鬟 所以能嫁的 自然只是她的亲信随从 桓碧 你一向聪明 可别钻了牛角尖 王爷虽不知你是我的亲妹妹 但她也知道我与你情同姐妹 怎么会轻易把你打发给随从呢 何况正是因为这样 她才会让你嫁与她放心信任的人 何况你与阿静一向谈得来 难怪王爷错了主意 可是 小姐和王爷 也是一向谈得来的 所以你就疑心王爷 是要借你的婚事接近我 是吗 我就是觉得 王爷对小姐太好了 还千里迢迢给小姐送来家书 那温石出是如何带我的 我也是如何带她的 温大人带小姐从来就是很好的 小姐也很会拿捏分寸 其实 来了甘露寺以后 幻璧一直就想 小姐能有一个终身依靠 当然 王爷的品性相貌 气度学识 样样皆在温大人之上 可是 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啊 我何尝不知道 他是皇上的亲弟弟 何况我对他 也没有别的心思 我知道 今日的话 删了小姐的心 可是 众人小姐没有对王爷的心思 难道王爷也没有对小姐的心思吗 有些事情 我们还是应当早点留心才是 咱们经不起了 是不是 王爷带我施知己 我也带他施知己 自然 我会留意分寸的 绝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我们也看到他 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甚至是 我们再招惹杀身之祸